家里要养条鱼买下了整个食堂 这样的主播值不值得你爱一下 这个主播好像还跟唐龙直播间里的女老板有一段不可描述的故事 那天我开着我的刷错冲错值的小号去他的直播间给他刷了一个 听着叫了我一晚上大哥 给我这顿狂片 当时差点差点跟我来一把三鞠躬 就是拜天拜地不拜父母 就是童年同学生 差点跟我结拜为一姓一母的兄弟 大家回头给他刷点礼物试试 他的榜单还挺高的 榜单还挺高的 他妈的40名 在这个关注量级别的主播都能当榜一了 没想到我就是个榜牛 然后也给大家顺便准备了点资源 支持唐龙 支持六一 支持周扬 我每次念到的名字的时候都会卡机 来没点关注的兄弟们再上气血垃圾格挡气血在抗风表面是个实际是个垃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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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垃圾我操不是吧兄弟来点观众 关注的你他妈给我出三属性 来点关注的你给我出三属性要不是我他妈消耗了零食图件我以为这是你提前安排好的剧本呢啊 这他妈 狗狗多啊